大家好 歡迎收看五間總結 我是Vicky和我英文 現在先和大家看看內地和本港股市中不收市的情況 內地股市中不收市普遍向下 上值綜合指數跌16點 報3193點 深證成分指數跌32點 報12963點 戶心3百跌14點 報4502點 創業版指數跌10點 報2635點 恆指方面 今日中不收市普遍25123點 升152點 各企指數升78點 報10212點 帶施成交由741億 今天的環節是Samuel做嘉賓 HelloSamuel 你好 今天港股市場上升得比較多 上升25300點的水平 不過看到升幅 也收窄了不少 中不收市前 都是升百多點左右 不過強勢股方面 今天資金好像回來了 也有一個做好的表現 但暫時看 因為看到A股的勢頭好像不太樂觀 中不收市前 也要倒下 會不會說都要小心一點呢 暫時來看 都要比較審慎一點 今天早上都要留意過 可能今天即使有一個技術性反彈也好 但都未可以站得穩 在整個之前6月10號的頂位 即是253這個水平 所以短暫來說 即使有一個反彈 但都未可以出到一個買入的訊號 所以你說 是否這些位置直接去撈底呢 都可以叫做再觀望多一段時間 始終你說 昨天跌得比較金一點 或者你說那些強勢股 今天反彈的程度 都是叫做有限的 譬如說 近期熱炒的中心 昨天跌了兩成多 但今天 你說收市來說 都是升了100%左右 同時你說那些車股 都是叫做跌了差不多一成的 但今天都是彈得 你說1-2%的 所以整體來說 以反彈的程度來說 就不是很滿意 恆指的圖方面 今天是叫做第七日 暫時來說 半天叫做出了一支陰燭 那你說 七連陰這個訊號 暫時就未是叫做很樂觀的 尚且就叫做看 二萬五千點這個輕微的上升軌道 可不可以叫做守得穩住 那如果你說這些水平 都未叫做好守得的話 下市 就有機會要看一條遠一點的一百天線 還有四五百點的下跌幅度在 那如果你說真的要撈貨的 我覺得都需要等回 你說A股出現一些叫做買入的訊號 才叫做再決定 那始終你說 有指標性一點的那些金融股 尤其是在說一些券商 今天都做是叫做跌的 所以短期之內 你說調整都仍然是叫做未完成 純粹叫做在這些二萬五的水平 叫做增持著先 那後市 你說真的要見買入訊號 我覺得都起碼要回到二五三之前 你說可能整個月的環境區間的頂部位置 做回一個比較穩陣的底 才可以叫做重新向上網 嗯 好啊 見到今天有些熱炒板塊的出現 好像物館股一樣 其實今天的升幅都挺厲害 當中看到亞生活服務 3319 其實在中午收市前都升8% 其餘 好像碼桂園服務 中海物業 採生活等等 都升2%以上 不過其實這個板塊暫時沒有什麼消息出來 是不是市場的資金避險 所以拍入這個板塊呢 暫時都算是 可能見到今天來說 比較之前熱炒那些強勢的概念股 比如說一些半導體 或者科目股 雖然叫做有彈也好 但是你說彈幅比起早上開市的時候 已經是叫做損失了很多 所以暫時可能高估值這個問題 仍然都是叫做在估值的調整階段當中 變成現在市場都叫做追翻 過往在歷史裡面都叫做比較強勢少少 那些的防守性股份 變成說物管股可能短暫性成為一個選擇 但是你說今天半天來說 可能他們已經升了5-7%上來 就未必建議在這些位置叫做高追轉 反而你說可能以亞生回為例的話 有機會回去之前那些 你說做了幾個雙頂的訊號的時候 那個位置大概是44元左右 可能會叫做見到有少少的壓力在這裡 所以暫時你說是不是可以在這些位置追下去 可以叫做再等多一段時間 反而你說等之前 今天講的比較弱勢少少那些股份 可能叫做再調整多一段時間 反而市場都仍然會叫做選擇去追回 你說一些新經濟的股份 始終現在你說可能內地方面 經濟的條件開始叫做轉好 你說零售銷售剛剛昨天出到來的數據 或者你說GDP的數據 都反映第二季的經濟 開始叫做慢慢步入軌道 變成你說之前講的那些新經濟股 相信都會叫做 仍然是叫做熱炒的 變成現在近期純粹是一個 股值上的調整 因為我們見到你說 無論是港匯方面 還是里外人民幣方面 都沒有一個叫做大規模的 貶值的效果在這裡 所以就未見到你說 突然之間有一些外資撤出的 這些問題在這裡 所以純粹大家自己可能 有一個股值的調整 但是從中長線來講 我覺得你說之後的資金 有機會是開始重新部署 那類型的股份的 變成你說這些物管股 可能都叫做 純粹是單一兩天 叫做彈一彈上來 但是你說它可不可以 突然之間破頂呢 暫時就未有一些太大的 收購消息著的 都要繼續看回 個別的股份 會不會有一些M&A 才叫做可以成為股價上升的趨發 就是目前整個板塊 未是叫做有太大的其他消息 去做個reverage 好啊 但是近來 亞生活服務 其實都有大行長號 好像野村一樣 其實它都覺得 亞生活因為過去一個月 都跑輸行指 9% 其實跟市盈率 對比同業的折扇 也都抗闊到死勝意 而它的目標價 也都看到51.8毫半 其實比起現價 還有一大段水位 給投資者去買的 會不會說51.8毫半 這個目標價其實都太高 太樂觀呢 如果你說可能 股它下年 就是說可能今年的下半年 都仍然是叫做有一些 收購合併的消息出來的話 都不算是叫做太遠的 目前你說它們在賣的PE 都是三十多倍左右 但是要看看資金方面 是不是真的叫做 那麼狠去追 上一兩個星期 其實它的股價 都仍然是叫做收額的 基於它們仍然是有一個 叫做配新股的消息出來 暫時你說 可能公司在未來這幾個月 都仍然是有機會進行這些行動 所以你說這些人優 可不可以突然之間打破了 然後再去創新高 我覺得都可能會叫做 有些少的擔心在這裏 所以我會看一下 你說剛才講到44元 這個心理阻力位 可不可以打破到先 那否則你說都可能維持著 在44至40元邊這些位置 暫時做一做上落格局先 那你說可以試一試 那個阻力位置穿不穿到 然後再去看它們 預測的基本面 目前的股值上 未有一些太大的啓示 都是trade 你說30多倍PE左右 所以可以叫做再等多一段時間 看看你說44元這個水平是怎樣 好啊 謝謝Sam 要這麼長轉的分析 亦都和你申報一下 有沒有遲有以上提及的股份 沒有遲有的 好 謝謝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 稍後回來會有其他直播完節 稍後見